加州州长纽森于周三公开表示 只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 校园即可开放面对面教学 无需为全体教师及员工注射疫苗 事实上周三稍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 瓦伦斯基博士已经宣布 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 就可以大幅降低病毒在学校传播 对此南加洛杉矶联合学区 有小学教师质疑 开放校园后很难确保 所有人都遵守防疫规定 而同一规定也不一定适用于 所有学校的运作情形 早先该学区总监波特纳 曾于本周一公开批评纽森的 重启计划不具备科学依据 波特纳认为学校是否重启 必须等待疫情减缓至一定程度 而若州府坚持开放面对面教学 就必须保证向全体教职工施打疫苗 不过为了加快开放面对面教学 旧金山市检察官赫雷拉 已于周三当天 在民主党市长李德的支持下 对旧金山教育委员会 与该市学区发起诉讼 要求校园重启 另一方面 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则表示 将优先为教职工接种疫苗 以促进该市尽快开放校园教学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洛杉矶报道 女士不看家 manuscripts 假访唐人败 没有有ちょっと事情 吗 我可以办理一下 我可以